觀眾朋友你好 今天是3月8號國際婦女節 今天要說什麼 說去年開始 從美國好萊塢開始發起了一個叫做MeToo 我也是 我也是這樣啦 什麼意思呢 在之前其實從以前到現在 不管是演藝界 體育界 甚至醫界 甚至所有的各行各業呢 幾乎都存在著非常嚴重的性騷擾 甚至是性侵害的這個情形 可是許許多多的案件被吞人下來 在去年的時候呢 好萊塢發起了說 如果你也有類似的這種慘痛經驗的話 或許你就在網路上 也許在美國比較多用的是Twitter 那臺灣可能用臉書 或是在其他國家用其他的社群媒體呢 你用一個hashtag 就是這個標籤啦 說MeToo 那如果在韓國還是別人的國家就說With you 跟你陪在一起這樣子 結果呢 越來越多的人都說他有類似的經驗 因此呢 包括許許多多的演藝界的這些很大咖的製作人 很大咖的演員 甚至是在韓國下一屆總統的候選人 大家指定說他應該就是接班人 的這種政壇大佬 紛紛重見落馬 身敗名裂 這個MeToo運動到底是怎麼興起的 為什麼會蔓延這麼大 影響這麼深 可是我們今天在三八國際婦女學要問一個問題 那很奇怪 包括在美國 包括在加拿大 包括在澳洲 包括在法國 包括在意大利 甚至在亞洲 包括韓國 包括日本 包括中國 通通都在這一波影響下呢 有越來越多 特別是婦女朋友呢 挺身而出 指控當時侵害 騷擾他們的這些人 可是唯獨在臺灣看起來 像聞風不動 是真的說臺灣還好 還OK 沒那麼嚴重嗎 還是臺灣某一個東西呢 我們還沒辦法突破 今天好好來談這個題目 介紹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立心基金會的執行長 季慧龍 大家晚安 謝謝季節 再來歡迎是律師李彥龍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特別要介紹是女人迷啦 這個在網路上很紅 應該是很多女性朋友都知道這個網站 她是女人迷 共同的創辦人 現在呢 也是數據長 陳怡貞 大家好 非常謝謝 再來歡迎是大家的 熟悉的作家 蔣穎堯 大家婦女節晚上好 臺灣真的很OK 很正常 問題還好 不嚴重嗎 請導播先讓我看一下那個電腦這個數字 這個是臺北市職業醫師職業工會呢 她在前天公佈了一個調查 醫師喔 臺灣百分之八十的女醫師 曾經遭遇過職場的性騷擾 什麼意思呢 可能病患 可能同事 可能喪失 可能其他人 八成臺灣的女性醫師 曾經遭遇過性騷擾 如果你看到數字 你還會說 臺灣還好 不嚴重 所以我們不需要去響應這個MeToo的運動嗎 我們再來看看 如果我們再更仔細來看看 那什麼科的女醫師 會比較容易遭到上級僱主喔 病患騷擾醫師 這是另外一個嚴重的議題 但是上級騷擾醫師 那就是非常嚴重權力的問題 你根本不敢講的這個問題 我們來看看喔 百分之六十七點五的不分科女醫師 不分科大概就是說那個學校剛畢業 一拿到醫師執照 然後進去到醫院第一年 這個也就是說最菜的 在醫院裡面的醫師喔 不是實習 他已經是正式醫師了喔 在醫院裡面最菜 權力最低 也最需要資深的醫師來教導他的這一群人 六成七 被他的上司性騷擾 然後外科女醫師呢 將近六成是被性騷擾 內科女醫師呢 大概是四成 平均起來 全臺灣的女醫師呢 有五成四 是直接被他的上級僱主 可能他是指導醫師啊 可能是他的所謂的醫院的主管啊 總之是牽涉到權力結構的問題 臺灣真的很嚴重 可是呢 如果我們回過頭來看 那為什麼在美國會興起這個叫做 MeToo的運動 範圍有多大 影響有多深 我們來看看 從好萊塢一直到韓國的演藝界 通通被一個MeToo所蔓延延燒 美國女性米蘭諾登高一呼 要自己的追蹤者們 如果有被性侵或性騷擾的經驗 就標記MeToo我也是 結果獲得很大的迴響 全球數以千計的女性 其中不乏名人 紛紛在社群媒體響應 並分享自己傷痛的過去 這波MeToo運動的引爆點來自去年十月 美國製片哈維溫斯坦被媒體爆料 長年來 他藉由詮釋性騷擾女性員工和女演員 而受害者包含天后級女性 像是安傑莉娜 球莉 和葛尼斯派特洛 派特洛指出 二十二歲那年 受邀演出成名做愛馬 擔任製片的溫斯坦 曾叫她到酒店套房開會 見面後 卻把手放在她的手上 並要求她到臥室按摩 但遭到派特洛拒絕 另外還有一名女編劇也指控 溫斯坦曾換上浴袍 當著她的面做出不雅動作 溫斯坦的惡行揭發好萊塢流傳已久的潛規則 不少女性也紛紛出面說出自己的悲慘遭遇 Metoo運動效應還在持續發酵 而這一回面對狼爪 女性們不再默默忍受 要終結不合理的潛規則 不過宜珍因為你們那個女人迷已經寫了很多篇文章在談這件事情 為什麼在美國去年會興起這個運動 為什麼會燒得這麼廣泛 其實我們都覺得Metoo這個運動 它其實是開啟了女性可以發生的一個機會 所以當時在美國可以掀起那麼多 也主要是因為是有非常知名的女性 而且是從好萊塢這麼全球這麼具影響力的地方去發生這件事情 所以那些隱忍的人終於覺得 我可以說出來了 我終於可以說了 說了之後看起來不會像之前所擔心的 反而自己會有很不好的下場結果 對 就這一波來看 但其實很有趣的是 美國他們比我們還要早開始提這個Metoo 那他們現在已經又有另外一波的轉變了 他們現在已經開始會去聊到說 Metoo這樣子的行動到底是不是好的 因為一開始大家會覺得好多的受害者站出來 那後面就開始有很多公審的狀況發生 就例如男性會被公審 或者女性出來講話的女性也開始被公審 所以現在大家在想的是 有這麼多的受害者 那麼法律上的體系到底能不能夠去支持這樣子的現象 因為這現象的確是存在的 所以在美國好萊塢這個Metoo運動就是說有女性 當然也有男性 男性的明星也出來指控 然後是透過所謂的道德或輿論的壓力 也許讓這個人沒工作 也許讓他之後沒有舞臺或什麼的 但法律的這部分恐怕很難接著上去 目前看起來是這樣 所以就不管不只是臺灣而已 美國也是這樣 易龍你怎麼看這一波 我補充一下這個訊息 就是說在Harvey Weinstein 我想這件事情由他而起 他在好萊塢是一個重量級的製片 那其實我今天很高興 臺灣終於有個節目想要去聊Metoo這件事情 那其實Metoo我想要稍微講一下它的脈絡 其實他一開始是一種 真的確實是好萊塢 從一張一真講一樣 是好萊塢的這些指標性的女性 全球知名的女性 就是開始發起之後 大家發現其實這些我們 所以甚至到 這個Metoo運動延燒到 就是在2017年的Times 美國時代雜誌 也就是它的年度人物 就是這一群打破 沉默的這群女性 還有其他的無名的 就是他這邊包括其中有一位女士 或者是在紐約的一個hotel 就是擔任女傭的 這樣的一個女人 或是護士 還有我們看到Taylor Swift 他同時Taylor Swift 是一個也是全球知名的 一個美國的歌手 那我其實想講 就是Harvey Winston這個案子 後來有一個後續 就是美國的紐約州的地檢署 有開始在調查這個公司 他們現在正式地對這個Harvey Winston 他們的這個製片公司 的整個公司 還有Harvey Winston 個人提出一個起訴 他們認為說這個 在這麼多年來 因為這些女性指控Harvey Winston 不是一年兩年的事情 是十幾二十年 這麼長期的 這麼多人的 遭受這個職場的性騷擾 所以紐約的這個地檢 已經正式地對這個公司 認為說 因為其實一個人的這個犯行 可以隱藏這麼久 一定是一個共犯的結構 在協助他 包括是說可能公司裡面 很多人知道有目擊 但是大家因為礙於這個人 所謂的行為人 有權有勢 所以不敢站出來去擔任證人 或是說擔心丟了工作 所以這其實很多受害人 要去指證 包括是剛 我剛其實也覺得說女律師 我們來做個女律師的 的一個 調查 調查好不好 就女律師遭受到信照 其實有很多 那我們其實也 耳聞不少 我們其實也都知道 在業界有哪一些男律師 是會做這樣事情的人 但是 因為大家都同行 而且將來有一天 收到的到 在法院或是在哪裡 總是 了解 所以其實我覺得 這是一個共犯的結構 我們其實要 除了去鼓勵受害人 勇敢的發聲以外 我們要鼓勵 有可能成為共犯 結果是沈默的 不 旁觀者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談到 像是那個美國的體操教練 那性侵了那麼多人 然後後來被判刑 一百多年 是是 剛剛演藝界 然後很多說 這就是演藝界全科 全規則 不是啦 你看體操的也是 剛我們談到台灣的醫界 恐怕律師界 媒體界 其實各行各業都是這樣 但是他最會發生是什麼呢 在權力結構下 權力不對等的關係 你如果敢去反抗呢 你會遭到無止境的 這種無情報復的關係 特別容易發生性騷擾 性侵害的情形 我們再來看看 MeToo在美國的情形 為什麼會導致全球的擴散 去年十月的時候 包括紐約時報紐約客 都一直在報導 好萊塢的製作人 性侵或性騷擾 數十名的女性 其中大家很熟悉的 就是安傑莉娜球莉 然後葛尼斯派特洛等 多名的女性呢 都出來說就是她 後來呢 艾莉莎米蘭諾呢 自己說 在推特上說 如果呢 你也有類似經驗 你就在推特上面呢 用一個這個標籤 Hashtag呢說 MeToo我也是 然後呢 就越來越多人 越來越多人 連男性 今天來看那個 有一個很有名的男演員 他也說 他之前有這樣類似經驗 然後導致於他心理上 受到很大的創傷 是 今年一月一號的時候呢 有好多三百多的女性的工作者 分別是好萊塢的演員 製作人 導演等等呢 發起另外一個叫 Time's up 時間到了 不能再讓他無止境地 停那個繼續下去了 支持女星穿黑禮服呢 參加金球獎 所以在這一兩年 你會看到很多重要獎項 有別那個絲帶的啦 有別標誌的啦 有穿特定顏色衣服的啦 然後呢 目標不是說 只要反抗娛樂界的性侵害 各行各業都要擴散出去 後來呢 等一下要請教燕榮 這個到底要怎麼念啦 從美國 然後呢 一直到法國 再到意大利 各國呢 都有類似的這個 所謂的標籤的特殊的文字 法文呢 這個你可以把它叫做拱豬啦 或是揭穿那頭豬這樣子 這是要怎麼念啊 叫巴洛斯東堡 那豬在那個法文的那個 比較理喻裡面 代表就是會有閒豬熟的 這個男性 就是好像剛好 這跟我們中文好像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解 小地狗那種感覺 就是把那隻豬抖出來這樣子 然後義大利文呢 就是那個時候 那南韓呢 發起了叫做with you 就是說我會陪著你啦 那也許我有共同經驗 也許沒有 但是總之會陪著你 然後特別呢 是在韓國這個男女地位 相差懸殊的社會下呢 吹起了反性侵的風潮 關鍵來了 請教季節 你看喔 美國 那個加拿大 然後法國 義大利 你說民風保守 或是男尊女卑的亞洲 人家韓國也可以 等一下我們談到 連中國也都是 為什麼台灣好像不那麼嚴重 沒有台灣很嚴重 因為我們看看 性侵害犯罪防止法通過 已經二十年了 這個統計下來 有十三萬多件 那我們現在平均每一年 都有一萬多件 是 是很多的 那我應該要講的是說 我們的名人 不太敢出來 因為那個背負太多的壓力 那這個壓力 包括我們台灣 我覺得很講究關係 那這個關係就是 慎重於那個事實跟真相 所以如果在這樣的關係裡面 你可能看到 哇這個製作人 他對我會影響是什麼 可能大家就很害怕了 他以後就不找我上節目了 對 然後還有家人的那個關係 大家都會叫你閉嘴 所以我覺得啦 就是在台灣這種關係 重於事實跟真相 讓很多人不敢說話 可是這個顧慮在美國 在其他國家 在那個澳洲 在韓國 應該也都有這種顧慮 可是東方人特別重視關係 然後我應該要再講 像我們名人他們出來 他們很看重媒體的反應 那台灣的媒體 其實沒有真相 是各達五十大半 就模糊掉了 所以真相在哪裡 這個對名人來講 是非常可怕的一個壓力 我就想起就是 大概一兩個禮拜前 就針對那個曾志偉 不是就是有人跳出來說 他又涉及性侵 還是性騷的案子 因為到底真相是什麼 我們殺不 算了夫婦別說了 就沒有真相啦 所以沒有真相 對那個受害者來講 是很受傷的喔 他他要評量說 我這樣出來 是不是有人會相信我 那甚至他周遭的人 那些關係 都跟他講你閉嘴 你不要講 你講了以後對你不好 那你說他能講嗎 所以我們看到林毅涵事件 在台灣引起很大的一個喧擾 然後那個時候台灣的社交媒體 幾乎很多人都在寫 我也是 對我們可以看到很多 那立新也接到很多的求助者 但是那把火被壓下來 應該看到林毅涵的那個相對人 沒有沒有事啊 到現在有沒有事 沒有好像沒事 不過因為他那個案子 有一些比較特殊 是因為被害人已經過世了 所以其實最重要的 有關林毅涵案件 就是最重要的證詞的來源 其實是就是他那些其他相關人 那說真的 因為他被害人過世了 其實司法這邊 要做後面後端的救濟 其實已經很困難 那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那個台南地檢署 其實那個不起訴處分數 其實裡面交代很完整 那其實我覺得林毅涵事情 是一個蠻可惜的 就是一個案件 要不然其實台灣會更去重視 包括師生之間的權力差異 還有就是說我們所謂的狼師的議題 還有就是說在教育現場 性騷擾的議題 我相信其實季節這邊 立信經委寫出很多 不過我們其實仔細去Google一下 你就可以發現 在校園裡面 從幼稚園到小學到國中到高中 到大學到研究所到博士班 充斥著性騷性侵的案子 然後明明都已經送了那個教評會 是 或者是那個性評委員會去調查 結果呢 最後學校常常做一個 再給他一些機會 他要退休了 或者是說讓他早一點退休 或者說不然去學其他的學校 然後你去其他學校 性侵性騷別的學生 或者是說在很很很勉強的情形下 極少數才能讓他停止 是 因此我就要請教員了解 你怎麼樣看待 從美國好萊塢發起的這個 MeToo這一把火 燒燒燒燒到全世界 到台灣就停下來 我覺得我非常感動 而且印象深刻的就是那個 呃就是那個非常性感的那個女明星 那薩朗斯東他是聽到這個問話以後 他大笑了非常久的時間 笑到淚都快出來了 然後說我們長這個樣子 來到好萊塢這樣的環境 我們遭遇了非常多的事情 他沒有很明確說yes or no 可是他那個讓我好心酸 好像他包含了他那個笑靈包含好多 那剛剛講到一介我就想到以前 我妹妹的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非常完整喔 所以我想要提出來 就是他那時候有一個很好的工作 我妹妹是念藥劑系的 然後他在一個很大的藥廠 做一個非常棒的工作 他很喜歡那個公司跟那個工作 但是他的那個直接的上司 是經常對他性騷擾 然後就是非常嚴重的呃 加班過來後面 啊這樣子碰一下 或者是什麼言語上的動作上的 通通有然後他就非常困擾 他也呃來找我 那他就說怎麼辦 我說你沒有告訴比他高層的嗎 他說有 但是你知道男性的結構就是說 他怎麼可能為了他去 鬥一鬥這個女生 而把他這麼重要的一個公司 員工怎麼樣 這個公司對這個這個大主管 對這個公司太重要了 掌管所有的業務 他當然不可能因為這樣去動他 他說怎麼辦 我說你離職 他說我不想離職 因為這個工作太好了 是因為他錯的人是他不是我 為什麼我要離職 後來我就動了一個腦筋 我保護我妹妹 我上媒體這麼多扭充了 沒有用過這個身份 但是我第一次使用 還蠻妙的 我就把我所有的最好的行頭 都穿戴上去 然後故意要去讓那個主管知道說 我不是普通的喔 你不要這樣 然後就提著我最好的包包穿著 然後打扮去說 啊知道那個人在在公司 我就說來探望妹妹 剛好路過 然後啊這是主管 你好你好 謝謝你照顧我妹妹 那因為喔跟他表明 我其實是在媒體上 是有一點點 呃影響力的啊 明著是跟他說 你有什麼忙要我幫 我一定會樂意 但是我眼睛看著他 告訴他說 你在動我妹妹看看 我就動你 所以是用這種威脅的方式 從此以後 他不再敢對我妹妹性騷擾了 但是結果是怎麼樣 就是有其他女性 蠻樂意接受這樣的事情 所以有一個我妹妹說 工作能力不不如他 各方面都不如他 被拔拔到很高的層次 那個地位 然後就成為管理他們這些 所有的人 專業人士的一個重要的人 就在那個主管的身邊 然後他們也都知道 他跟他是 好像是有點曖昧的 但是沒有人敢說話 那我們就會覺得 這個社會是不公平的 OK 當然最後他是轉 轉了一個 最後的下場是什麼 除非你自己離開那個場合 最後下場通常是受害者選擇離開 你換工作 對 那像在學校 會校長要求你轉學喔 那種屈辱 他就像學校的性侵狀 就是用這樣結局 就是說 那你轉學好了 轉學就等於說 那難道錯的是我嗎 該離開的是我嗎 所以那種屈辱是 二度三度的傷害 不過那也很重要 兩個資訊 一個是這種 會是生嫌豬手的 會去給人家性騷的 通常都是欺善怕惡 對 第二個 就是那有擺明了 非常清楚的權力關係 沒錯 我有人事權 我有指揮權 我有什麼調度權 我甚至可以讓你升遷 加薪的這個權力 是 因此在權力結構下 我就可以對這些弱者 餘虛餘求 現在其實越來越 不分性別了 甚至男性也很多是受害者 可是我們再來看看 從MeToo 美國發酵 到韓國這件事情 這把火是怎麼燒起來 真的不可能在台灣燒得起來嗎 我們再來看看 像是我們剛剛談到 美國國家隊的這個體操隊 隊一 性侵了兩百六十五名的女性 兩百六十五名 判刑一百七十五年 甚至我們其實大家都很熟悉 紙牌屋的前男主角 凱文貝西 其實真的很有名 台灣人很喜歡看他的這些電影 也傳出來說 他是對十四歲的時候 曾經 對一個十四歲的演員 叫安東尼瑞普 去把他性騷擾 然後後來又有二十四個人指控 所以紙牌屋就換人 再來皮克斯 大家也很熟悉 那個動畫公司 然後共同創辦人 也被指控說 他給人家雄報或親吻 然後他道歉休假半年 脫口秀的主持人 被PBSCBS開除掉 因為有八個女生指控他對他們展示裸體 強迫發生性關係 甚至美國前總統老布希 也傳出來這些事情 然後連MeToo的發起人 都被指控說 他自己也侵犯了別人的身體 美國的情形 燒到韓國變成怎麼樣呢 我們看看 中國又這個所謂的MeToo的引燒 然後韓國我們先來看看 包括說這一屆的總統 跟他同一個政黨 很顯然很可能是下一屆 總統重要候選人的安息政 因為這樣呢 就只好辭職 然後人家把他開除黨籍 說實在的 這不是醜聞緋聞 這是刑法的問題 性侵是一個刑法 要抓去關的這個問題 再來呢 韓國的大學呢 在這一波呢 也越來越多人呢 被抖出來說 有很多教授呢 性侵性騷別人 演藝界很重要一個是 大家最近很愛看那個叫 與神同行 對一個其中的一個演員 他也說去給人家性侵或性騷 日本也傳出來 我們來看看 韓國的這個所謂的 MeToo運動 為什麼會起來 如果韓國起得來 台灣起不來嗎 我們來看看 美國知名製片 溫斯坦性侵多名女性事件 掀起全球響應 迷途運動 甚至也蔓延到南韓 NBC電視台 最近播出專題節目 揭露國際知名導演金基德 涉嫌多次性侵女演員 目前出面舉報的受害人 已有三人 因為性遭事件 重見落馬的人 還有參與電影與神同行 隧道1987的演員 吳達樹等演藝圈十多人 政壇部分 最令南韓民眾震撼的 莫過於下屆總統熱門人選 中青難道知識安息政 也傳出性情醜聞 這是去年五月間 文在寅當選總統後 安息政向他道貨的場景 他在上次總統大選 爭取執政黨共同民主黨黨內提名 敗給文在寅 沒想到現在卻遭秘書金執恩控訴 從去年六月底到今年二月之間 四度被性侵 由於害怕安息政的權勢 他一直不敢伸張 之後受到MeToo運動的鼓舞 才決定挺身而出 金執恩更透露 還有其他人也受到性暴力之害 這段訪問曝光後 為南韓政壇投下震撼彈 共同民主黨連夜召開緊急會議 決定開除安息政黨籍 而原本宣稱和女秘書是兩情相悅的安息政 隨後也透過臉書道歉 並宣布辭去到知識一職 並停止所有政治活動 除了南韓 香港田徑代表隊跨欄女將呂立瑶 去年也在臉書po文 公開十年前被教練性侵的過往 掀起香港輿論嘩然 中國則有女大學生指控 遭老師性騷擾 並獲多所大學 近百名教師連署 呼籲教育部制定反性騷規定 嚴懲神狼爪的老師 由美國演藝界點起的反性騷火苗 目前正在全世界各地熊熊燃燒 郭姨貞要請教你 從好萊塢 然後到其他國家 再到韓國 再到香港 到中國 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是 網路社群媒體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會扮演 這麼重要的角色 當然這個 我覺得這個跟網路 它本身就是一個 大家是可以隔著一個螢幕 然後是可以更自由地去發聲的 一個管道有關 那其實過去到現在都是一樣 以前很多網路霸凌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但是現在看起來 也因為網路 他讓人們可以隔著一個螢幕 讓他比較有安全感 他不用真的就這樣 面對面跟你說 我今天遭受到這個事 因為面對面的時候的 那一個緊張感 那個壓力是非常非常重的 那因為可以透過網路 所以大家反而可以 比較自在地發聲 可是網路大家都在用 臺灣用得更兇 那為什麼我們沒辦法 有一個突破口出來 其實我剛剛一直在聽到 就是為什麼大家燒得這麼嚴重 從臺灣好像還好 對我們直接在上個月的時候 做了一個關於女性 在職場的幸福指數的調查 那那個時候 我們收集到一千多位的女性 來回田 那他們其實裡面就有提到 他們因為性別歧視 或者是甚至是遭受到言語的性騷擾 像可以看我這個板子 其實比例是高的 有百分之五十四的人 在職場裡面是非常的明顯的感受到 他因為性別而遭受到各種的歧視 那甚至有三十幾百分之三十幾的人 他們說會遭受到言語的性騷擾 那更不用說可以看到下面 有十六Percent的人 他們覺得曾經遭受到肢體上的騷擾 言語的性騷擾 可不可以再多跟我們說一點點 可以什麼是可能我覺得騷擾人家 其實自己都很意識到說 你是在騷擾是在侵略別人 但是可能要裝傻說 我不知道這個這麼嚴重啊 你反應也太過度 什麼對許許多多的女性 特別是女性朋友來講 你講這種話就是百分之百的騷擾 我覺得不能這樣講一定是百分之百 因為就像剛剛剛剛提到的 就是有些女性 他可能覺得沒有問題 但有些人他就是會感到不舒服 所以我覺得言語騷擾這件事情 真的是他相對主觀 可是的確有一些資訊 可以幫助我們去理解 這樣有沒有構成言語性騷擾 例如我先講我自己的例子 好就歡迎各位前輩們補充 我之前在之前的公司上班的時候 我常常因為我那時 當時是公司比較年輕的女性 二十幾歲 然後在公司裡面相對是年齡層是低了的時候 常常會大家可能提到說 公司要辦什麼活動 要不要請辣妹來助陣 要不要請辣妹來跳舞 那怡貞妳來這樣子 對就會說 那那個去找那邊那個 那個圈圈部門的攤牙陳怡貞 或是找圈圈部門 就是我同一個部門的其他女生 那其實當下我是覺得不舒服的 因為我覺得我的專業不是這件事情 你應該要重視的是我的專業 而不是我是個女性 二十幾歲的女性 我就應該要去跳舞給你看 我想再補充一下 所謂的性騷擾跟不是之間的界線 其實是很容易的 雖然我們心裡知道只是講不出來而已 所以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我有很多年前我曾經 我們在推廣說 女性要把自己的情欲 就是勇敢的去讓自己看到 所以就寫一些專欄是跟這些有關係 跟情欲有關係的 然後呢就會有男性的讀者 那他就會跟我留言或什麼的 寫信給我說 哎呀不好意思 你是我性幻想的對象 我可以嗎 你知道我昨天晚上我 那我就告訴他說 性幻想是每個人都有自由的 在你放在你腦袋裡 他是美的 他是你的自由 你怎麼想都沒有關係 我鼓勵這個 但是當你把你的性幻想告訴對方 他就不是幻想 他就是騷擾了 因為他再怎麼樣 他不應該告訴我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分界的 比如說你可以去看檢察官的 對那你可以去想像 你跟誰怎樣怎樣怎樣都可以 但是你不能說跟做 對那個人表達 不然的話他就是一個觸犯 他就不是你腦袋的自由了 了解 其實很多性騷擾 言語上性騷擾 其實其實就涉及到 對於女人整體的性別歧視 比如說我們簡單講 就是我很常聽到 我聽到我就覺得不舒服 就你們女人就會情緒化 嗯 很討厭 但這不見得會涉及到性 但還是有性的脈絡之下 如果講這種事情 比如說 呃他今天可能 比較常見的是 他可能言語跟肢體是一起 然後可能就說什麼 啊什麼穿的低胸啊 然後什麼裙子短一點啊 腳很 我覺得光是說你 腿很細 腿很長 在某個脈絡之下 都有可能讓被聽到的女性覺得 OK 因為男人可能覺得他在讚美你 我曾經有個主持人跟我講說 對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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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他的那個 婆婆 就是他的那個 公公 對這樣 公公說 過年時候他竟然跟我說 喔你你朋友說 對 那男人覺得這沒什麼 我在稱讚你耶 屁股很翹 你是我媳婦我說你你朋友說 這是好話 可是 女人聽了會覺得 你是我公公耶 你尊重一點好嗎 他在心裡會覺得 什麼叫做 你幹嘛這樣子去形容我 所以這就是讓人不舒服 所以換句話說 對於 不管同性或異性 任何有關他的身體的 你就不要去談這件事情 對 不適當的評價 不適當的評論 他可以想在心裡面 他不要對那個人說出來 或對別人說出來 他是一個互動的 應該要說那個感受 主觀如果真的他不舒服 如果他講出來他就要stop 他就不能繼續講 這個很重要 但是有很多人就得寸進尺 ok 這就很糟糕了 這個是言語上的 肢體上就很明確了吧 肢體上不會有什麼 懸念爭議了吧 你沒來沒去跟摸的 譬如說我們陳明文 沒來沒去跟那個彰化館現場 這樣摸的 這百分之五百是性騷擾 或者是說奇怪 你們又不是男女朋友 又不是夫妻 你走在路上 你幹嘛要牽人家的手 那更別說觸碰其他重要的部位 其實我們女性在這個 臺灣的社會職場打滾這麼多年 我們其實都已經自己會去淡化 消化很多的騷擾了 譬如說我講一下就是說 為什麼我會自己出來 開小小的獨立的非常辛苦 出版社的原因 重要原因之一就是 我曾經在各大出版社都出過書 那曾經有一個非常棒的 我非常嚮往的出版社 他氣質特別好的 然後那個總編輯是德高望重 然後被大家所尊敬的一個文人 那在他出版社出版 結果呢有一天晚上 他就說幾個朋友 那要唱歌喝酒找我出來 那我想說他很善意就去了 然後那個店也是我熟悉的 我不害怕 但是他可能 久過幾旬 男人在晚上跟白天 是以前長得不一樣的 這個令人尊重的那個長輩 他就摸我大腿 就叫我坐在他旁邊 摸著我大腿 你說這是不是騷擾 他是當眾摸著我大腿 當然是 然後跟他的朋友說 這是我馬子 那我跟他一點點私人關係都沒有 那我就把手拿開 然後站起來離開 好這是我們的處理方式 因為為什麼呢 你不會去張揚 你不會去告訴所有人 當時不會去講 為什麼呢 我們已經覺得摸個大腿 你去跟誰講 大家都會覺得 這是很輕微的事情 你掃一塊肉沒 你死了沒 都不嚴重 而且當下如果說 你馬上說 你不要碰我 大家都責怪你 過外氣氛 對 那我 那我站起來我處理掉 我消化掉了 我不舒服 但是我就站起來 我保護自己 有的人是不敢站起來的 我是寧願說 你不要處處也沒有關係 你少來跟我這一套 所以我就站起來 然後走開 到旁邊自己平息一下我的情緒 然後因為那個店的店員認識我 他們就過來說 陰瑤姐 我看到了 你被騷擾了 你被吃豆腐囉 他是要安慰我 但是 這樣子我又不能夠 當時我沒這回事 我說 對啊對啊 就覺得整個那種女性尊嚴 那種面子 整個都掉了 然後覺得說 人家眼睜睜都看到 我在被騷擾 然後我竟然可以 吞下去 不過 陰瑤跟那個 菁姐我會請教你們在食物面 以及那個 真正進到法律訴訟 你們比較熟悉 我們不好意思 再引那個 印瑤姐這個例子 如果當時 印瑤 他就直接 找那個 其他服務員有看到 所以有人證 告到法院他性騷擾 在這個時候 能成立嗎 會不會 那個 那個大牢 那個兵兵有禮的 那個長輩呢 就說 沒有我喝醉 不小心碰到而已 這怎麼可以算是騷擾 然後無罪當庭釋放 其實還是要看 那不好意思 我先 這句點抱歉 我覺得還是要看 具體的情形 因為目前其實有關於 剛剛記者講到性騷擾 我們一般人 民眾所認知的性騷擾 他有可能會 觸犯到兩個法條 一個叫做性騷擾罪 在性騷擾防止法第25條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說的 強制猥褻 我們先不講性騷擾的部分 就是不講強暴的部分 講強制猥褻 那其實這兩個差異 就是性騷擾罪 比較像是說 一陣就有示範一下 就說 我趁你來不及反應的時候 偷摸你一把 然後摸你的地方 必須要是重要部位 比如說胸啊 臀啊 就是跟我們性有關 大腿應該也算是 所以他有幾個條件 第一個我要趁你來不及反應 就是你是突然被驚嚇到 對然後我要摸你的地方 還是要摸在 就是我們一般認為 重要的地方 OK 就跟性有關 所以會有一個 比如說他如果摸你肩膀 偷你 他如果摸很久 那就比較明確 但是如果他就是 就是如果突然 肩膀是不是算是一個 跟性有關的重要部位 這個會是一個整理 那再來就是說 其實一般的性騷擾案件 其實都是 不是一般 全部都是違反 這個被害人的意願 就是我根本不想要被你摸 我根本不想要被你親 我不想被你抱 然後你就是硬要抱我 那所以就是會牽涉到 有一個爭議就是說 因為所謂的強制猥褻 這件事情是違反我的意願 基本上依照法律的規定 他只要違反我的意願 這件事情 或是說他用強制的手段 那你要如何舉證 當時你不是這個意願 這就是個主要問題 所以通常 現場舉證很困難 所以我們通常的收證 都是事後的收證 就是說 因為就像硬要姐剛 他可能自己消化了 自己的不舒服情緒 但是後來覺得不可以 我不可以這種 就不可以甘休 然後我可能就事後 去找這個人 去談當天發生的事情 然後在這過程當中 我可能就錄音 那如果對方有承認 說哎呀我那個時候 喝醉了啦 不好意思啊 就我沒有想到說 是你不想要 我現在很抱歉 就是可能要去看一些 收證 收證到對方如何承認 這個內容 用事後的一些 對方的行為的態度 去回推說 萬一那個人真的很不要臉 你來找我說 哪有是你自己 我自己亂農 我從來沒有我喝完酒 我就說睡了 昏了 我怎麼可能做 所以他打死不認 你也毫無證據可言 所以就是可能看證人 這邊是不是有道德勇氣 就是能夠為當事人 散出來這樣子 其實很多場合都有錄影記啊 什麼的 可是重點不再收證 重點是在那個事件 太小了 我們自己就會覺得說 算了 因為是我 我不是 就是會提倡女性不要被欺負 可是我都覺得算了 那就好幾層的問題 那我就自己開除完事 我不要在裡面出了 可以嗎 加害人也不認為這是什麼大事情 被害人也要想想 真的要真的搞到這麼嚴重 這麼難堪嗎 身道正義的廠本 有時候是很高的 之後呢搞不好還會被罵 說你幹嘛把場子搞成這麼僵 我說一句很重的話 如果說在臺灣喔 你說臺灣嚴不嚴重 如果在臺灣 如果男性這樣子騷擾你 就要去告的話 沒朋友了 他喝醉就是另外一個人 應該要講我們整個社會 對男性是縱容的 是而且是寬 我們講縱容 性方面的行為是縱容的 對而且會覺得好像他這樣 是風流倜傍 那我們看到的是周遭的人 可能還會覺得你小題大作 你因為長得好啊 人家對你這樣是喜歡你啊 像這樣的論調是很多的 所以對當事者真的很難說 我要跳出來去告他 那如果好不容易有一個勇者 跳出來告 會帶動這個風氣的改變嗎 他就變成那段時間 臺灣媒體的醜聞的主角 其實跟MeToo在臺灣 我個人認為 MeToo在臺灣 沒有辦法有這麼有效的延燒 除了一般來講 我們受害 就是我們很多受害人覺得說 我今天要去講這件事情 對我來講那個成本太高了 我可能丟到我的工作 我可能大家覺得說 你又長成這樣 怎麼可能叫性騷擾 這是非常嚴重性騷擾的迷思 性騷擾有可能發生在任何長相 任何身材的女性身上 不是只有發生在漂亮的女性身上 我覺得還有關係到臺灣 領頭論族 大家對於臺灣的道德勇氣 這四個字是沒有信心的 各種事件讓我們覺得 臺灣不會有人有道德勇氣出來挺你 更大的問題是 如果好不容易有一個人 有道德勇氣出來的時候 各界就會把他壓下去 沒有人響應他的時候 他就好像說你是單一的故事嗎 還是說 是不是你在編故事 因為只有你一個人 被肉搜 你這個人的以前 你犯過什麼類似的事 那這種事件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說通常加害者 他是一個位高權重很重要的人 然後被害者 他是一個相對的不重要的人 然後呢 加害者會覺得告訴大家說 我誰啊 我要什麼人沒有 我需要選他嗎 是 所以甚至會覺得說 我選你是性恩惠喔 不是性騷擾喔 是你被選中了 你都該偷笑 好你不要沒關係 還有人排隊呢 OK 所以他們會一直不會改就是說 就是會有人願意去取代 那個被騷擾的位置 所以最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改變台灣這一種根深蒂固 醜陋邪惡的文化 我們再來看看 我們其實已經有性騷擾防治法 也有了性別平等教育法 還有其他相關的性別平等的法案 但恐怕看起來都改變不了現在的狀況 性騷擾呢 其實就如果還未達性侵害的程度 性侵害當然有另外一套法律的定義 但是大家也覺得說那個定義不見得那麼周全 還沒達到性侵害 可是對其他人實施違反他意願 而跟性有關的 那用明示或暗示 從事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的言語或行為 會影響到其他人的人格學習或工作機會 等等的這些權益 那或者是說你給人家看文字 給人家看圖片 給人家看影像等等的 這個呢會冒犯他人的 又或者是說 又讓他人順服或拒絕 以便取得或讓他沒辦法拿到他相關的權益 看起來很清楚 但是實際在法律定義上 就會變得很有爭議 什麼叫做你的意願 什麼叫做侵犯你的權益 什麼叫做侵害 這個都是在法律上 會要付出很大很大成本 所以很多受壞者說 算了 忍下來 但是呢就自己會受很傷 再來我們來看看 就算真的有勇氣的人走到法院 訴諸法律 恐怕他還是要付出很大成本 譬如說很有名的一個導演 張作季 被他的有人指控久後性情 這個一開始的時候也扯很久 扯很久 沒有不可能啊 怎麼扯好久好久 最後呢被定罪判三年十個月 後來他關的時候還那個拍了一部紀錄片 然後那個 我請問如果這個導演張作季 換成成龍呢 誰敢動他 是 再來 馮滬翔這個就是真的是很誇張的案例 兩千零四年性侵菲律賓女傭 然後呢給了錢叫他趕快回菲律賓去 然後一直調查 然後一直在那邊拖 然後在那邊弄 從零四年一直搞到一六年 整整拖了十二年 才判三年四個月 案子拖了十二年喔 一個案子你要想 受害人要去走十二年 哪一個受害人受得了 然後關八十五天馬上放出來 說保外就贏 如果是他要付出代價是這樣 而受害人要付出代價是這樣 難怪台灣的社會文化 扭曲邪惡成這個樣子 教育界非常非常多 譬如說台北市中山女高 一個男老師 對很多女學生用言語用肢體性騷擾 校方一開始寄個過 恐怕還是還蠻勉強才寄他過的 後來那麼多家長抗議 其實在新聞我們也都看到了 才把他解聘掉 再來政大一名那個韓國的那個普興教授 這個新聞在也草很大 特別是在我們的同溫層 其實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 那我就直接講朱立希朱老師 就直接跳出來就是他 然後結果呢 還這樣子兩邊告來告去 然後這個普興教授就告朱立希說 你毀壞名譽啦 然後這樣這樣這樣 最後是怎麼樣呢 通通都不起訴 你不要小看喔 還有好多女學生是受害者 那他們怎麼辦 然後這個其實說實在 大家都還算熟啦 許柏雲 台灣藝文界非常有名 非常重要權力跟影響力非常大的人 也是騷擾翁姓女生月家 那個時候很多人也在質疑 這個女生月家 靠可憐啊 你自己要怎麼樣怎麼樣 這樣的 大家不去指責加害者 去指責受害者 後來被判三個月 但可以一顆罰金罰錢了事 我們來看看 是不是台灣的整個制度 造成台灣扭曲的縱容文化 性別平等 性別平等 不能再等 三八婦女節前夕 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 公布一份調查報告 結果顯示高達八成的女醫師 和六成三的男醫師 都曾遭受職場性騷擾 而且騷擾不只來自病患或家屬 很多時候是來自刀房和師徒制的教學過程 其實不只是在醫院 只要在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 就可能發生性騷擾的事件 而且加害人不一定會受到很嚴厲的懲罰 去年九月多位中山女中的學生 在校園高舉標語抗議 要狼獅走開 整起事件起源於有老師性騷擾四名學生 但老師卻只背記一大過引發學生不滿 不但如此從人本提供的截圖可看到 有老師抱怨受害學生家長將事情鬧大 還說可愛的小女孩都知道 經手奮計就是保護自己 讓別人無處可騷 發言惹異 直到去年年底 經由調查受害人數增加到八人 學校姓平慧才決議 將該名老師終身解聘 整起事件經過一番鋪折 才讓爭議落幕 似乎也凸顯台灣過於輕忽性騷擾 但這恐怕不但會讓受害者不敢出面揭露 也會讓類似的情況不斷發生 不過記者因為你處理太多這個案子 但是我自己覺得 更何況會做這種事 他就會一而再再而三一直做 也就是說剛剛我們看到中山女高 從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一直到八個 他就是行之有年 大家都知道這個老師大有問題 可是呢 同學也不敢說大剌剌的講出來 也許其他老師知道 礙於同事的顏面 他也不去舉報不去處理 校方也許知道 但是這個外籌不能外 家籌不能外揚 教育局或其他人搞不好也都知道 因為如果是受害者那麼多的話 換句話說就是大家都知道 可是沒有人要去處理 或是沒有人處理得了 這個問題呢再回到社會 到各個職場 又重複的複製這樣的結構 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其實應該要講台灣 對這樣的一個議題 尤其是性騷性侵的議題 是非常隱晦的 所以這種隱晦 就變成一個保護傘 讓這個相對人可以為所欲為 而且他會覺得說 我這樣做可能我有很大的權力 我可以保護我 然後呢還有很多人是沉默的大眾 也是變成他的保護傘 所以這個是台灣一個很大的問題 讓我們這些性受害者 沒辦法伸張正義 然後被禁聲 那這是我覺得是非常遺憾的事情 那我們也看到很多的受害者很勇敢 我們陪伴他們上法庭 可是在法庭裡面我也要講 也很不友善 我舉個例子 我們一個很勇敢說性騷擾要去告的 因為他被搶吻 結果你知道檢察官居然說 你可以咬斷他舌頭啊 這個我知道 這個我知道了 對啊 那結果就不起訴了 你知道嗎 你沒你沒極力反抗的意思 是啊 所以你看他被搶吻 因為他沒有咬斷對方的那個舌頭 所以檢察官就認為沒事了 我之前破更誇張 他就是幫就是他被強迫要口叫 這個也是一個例子 檢察官問他講說 你為什麼把他咬斷 這個我講這個不是開玩笑 大家不要覺得這件事情非常荒謬 這是真的耶 這是真的案件 應該是現在的案件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是是是現在的案件 對 我其實想講就是為什麼那麼多受害人 不就是選擇不講 除了文化性跟社會結構性的因素以外 我們的司法系統說真的 對性侵害跟性騷的受害人 都不夠友善 我們司法改革講了幾十年 這個都不能講 可是性別意識 其實就是司法人的性別意識 並不在司法改革的agenda裡面 既且是那個 是 我們都氣得要是 我們在國會司改的那個 改革的會議裡面提這些議題 我們把性別的議題都講了 最後就不見了 還是被認為是司法改革的 議題的邊垂 性別意識的部分 我們處理 因為性侵又是比較另外的 但我們在處理性侵案件 不是有另外一個比較專業的律師 專業的法官 會來去處理嗎 沒有 因為性侵是在 常常是在密室裡面 所以受害者即便很勇敢的 要出來告 可是他一定要去舉證 你知道嗎 因為他是被當成證人 所以他的訴訟地位 因為他在法庭上 沒有說的權利 又沒有知道的權利 你說他在司法上 他怎麼贏得 他的這個官司 非常困難 我覺得我們可以 往前想一下 為什麼在這些事件上面 有這麼多的隱忍 有這麼多的不合力 其實是因為台灣這個社會 對於性這件事情 就不管是認識自己的情慾 去瞭解自己的身體 性這件事情 本來就是隱晦的 所以今天不管是 這個偽善 大家都在做 對 準確一點講說 性應該是男性的專利 還是有這種觀念 對 女人是 就是被動的 所以今天發生的事情是不好 就是讓大家會感到緊張 讓大家感到害怕 焦慮的事情的時候 那他會被壓得更深 因為今天你只是想要承認 自己喜歡性這件事情 都不可能了 其實這樣 這個除了性騷的受害者 除了這樣子性別的被侵犯之外 通常會伴隨著 你剛剛提到外型上 在問的時候說 他怎麼會對你有興趣 你這個外型 你長成這樣 或者說職位上 譬如說那個非雍 你只是個非雍 他怎麼可能會對你有興趣 那這樣是以為 你是外雍 對 怎麼可能 然後那個當事者一定會提出說 我怎麼可能 那另外還有一個 最近常常碰到是 那個年齡的歧視 我有個朋友 他去看那個眼科醫師 看眼科要靠很近你知道 檢查的時候 檢查的時候就靠近靠近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那個醫生的身體的 某個肩翼的部分 就碰到他 那他就出來以後 因為他也不能抓他 因為還在看眼睛嘛 出來以後 他就跟他男性有人說 我覺得很不舒服耶 下次你要陪我在旁邊 因為他這樣子 對我很騷擾 然後那個男生朋友 很熟的朋友 怎麼回答他你知道嗎 你應該頭笑 你這段年紀 還有人要把你性騷擾 哇 你很厲害 那就是一般的反應 層層疊疊 才會導致現在的結果 年齡的歧視 性別的歧視 職業的歧視 容貌的歧視 身材的歧視等等 所以你要去抗議這件事情 你要經過這些審查 那些檢察官法官 會問你說 你有這些條件 你有這些負面的條件 那為什麼他還會 對你有興趣 你必須舉證耶 還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你去看這一次 從MeToo 從美國到其他國家 從演藝界 體操界等等的 只要被這個MeToo 掃到的人 要嘛就是沒工作 要嘛就是政壇的 這個所有的機會 全部沒了 要嘛可能接下來 就是起訴等等的 可是在臺灣 如果類似的情形 我們就會先去檢討說 甘為贏 人家位高權重 人家經過幾十年努力 才爬到那個位置 他會做這種事嗎 對不起 不是有這麼嚴重嗎 我必須提醒大家一點 好萊塢的事情 燒得這麼大 是因為當初 他們被騷擾的時候 都是小咖咖 很無奈 很隱忍 等他變大咖 現在他們每一個 都是大咖咖 所以他講的話 有人理他有人信 今天誰誰誰被騷擾 誰不重視 但是在臺灣 你要站出來的人 如果沒有變成大咖咖 你說的算什麼 我們如果要改變這個 可能是所有人 所有層面 要一起來努力 我們來看看 全世界引發的這個 MeToo運動 為什麼可以改變一些事情 在聽證會上神雷俱下 美國前體操選手 魏克曼控訴國家隊隊 納瑟對他伸出魔爪 而他並不是個案 到上個月五號 出面指控的受害者人數 增加到兩百六十五人 包括在里約奧運 奪四金一桶的體操天后拜爾斯 他也是第四名曾遭性虐待的奧運金牌得主 納瑟一月被判處一百七十五年刑期 二月時又因為三項性侵罪 再被加判四十到一百二十五年 美國體操聯盟多位高層人士 包括主席副主席和財務長 也因為包庇不作為紛紛請辭下台 MeToo效應在全球刮起的風暴 還不僅止於此 像是皮克斯共同創辦人拉薩特 爆出強吻擁抱女人工 目前已自行處分休假半年 政壇部分 英國首相美醫最倚重的副手 也是首席內閣大臣葛林 去年底遭指控電腦藏大量色情照片 宣布辭職 國防大臣法隆也被控對記者性騷 狼狽下台 響應迷途運動 各國民眾踏上街頭 示威女性橫跨老中青三代 呼籲關注性騷擾與性侵受害者 美國時代雜誌去年公布的年度風暈人物 也是由勇敢出面指控遭到性侵和性騷的受害者們 當選封面人物 這場由社群媒體發起的社會運動 證實的性別不平等現象獲得關注 並渴望獲得翻轉 所以記者台灣現在要解決這個問題 恐怕已經不是立法的問題 而是執行文化教育以及媒體的問題 對 媒體也是 如果我們一天到晚在媒體上看到那種物化女性 講人家好兇 身材很好 笑人家長得怎麼樣 什麼恐龍妹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根本不可能期待台灣會進步 是 沒錯 而且我們沒有支持受害者的話 那就會更糟糕 因為大家都噤聲了 所以我希望當有受害者跳出來的時候 我們能不能友善地去聆聽 他到底在說什麼 而不是馬上給他一個mark 或是馬上給他一個刻板意象 然後馬上去批評他怎麼樣怎麼樣 那這個就會讓更多的受害者不敢出來 然後另外第二個我要講 勇敢出來的 當他到法院去的時候 我覺得所有法院系統的人 那個性別概念 就是性別的意識都沒有的時候 他的審理也會照著我們台灣的那種性 就是這種男性沙文的那個脈絡去看這件事情 是 那所以也找不到真相 還有我們的媒體 我們的媒體每次都只是為了新聞的熱潮 各把五十大板 這是能夠讓收視率什麼增加 這是最好的 所以都沒有真相 所以我還要特別談一下我們的關係 因為這個關係常常會重於真相跟事實 那這樣的關係就會讓很多人 重重的疊疊的就被壓住了 完全找不到真相 是 這也讓受害者不敢出來 葉蓉您的建議 我其實覺得一切都還是要從我們的性別平等交易做起 其實講得很爛 我說真的 我其實蠻受不了婦女節這件事情 有婦女節存在代表這個性別平等就是還沒有被達成 那我們每年只有在三八的時候會說女兒好辛苦喔 媽媽好辛苦喔 長什麼長期照顧 然後什麼我們還要去做工的 是不是 就是我一定要酸一下這個 所以就是三八婦女節每年就是大家都在講 但是每年好像感覺沒有什麼帶大的進展 而且沒放假啊 對 所以我覺得性別平等的教育 真的才是最重要 就是我們從小到大 從小就要教導男生女孩子都好 就是說今天我們要尊重對方 其實他跟我不一樣性別 其實他跟我不一樣 愛的人是跟我不一樣的性別 或是跟我一樣性別 我們都是一樣平等的人 我們都是有愛恨情仇的人 我們要去尊重他人的身體的界限 當他不想被你摸的時候 你不要摸他 當他不想被你親送你就不要去親他 那你要去親他之前 你要去確認說 他是真的願意接受你這樣的行為 但是其實這是一個過程 因為就像剛剛宜正有講的 其實台灣對於 包括現在我們很多青少年的團體的家長 他們都很在意說小孩不要太早談戀愛 小孩不要太早就是有性接觸 但是其實你不叫兒殺為之虐 為什麼這麼多青少女懷孕的議題 這我都扯遠了 就是為什麼這麼多青少女 甚至其實我剛剛 我們剛剛少講一件事情 其實很多年輕的學生之間的性騷擾 現在也是很嚴重的 不是只有我們今天不是看到職場上 教育現場學生跟學生之間 也有很多很多性騷擾跟性騷擾案件 為什麼會有表示我們性別平等教育 尊重他人的這樣子的一個教育 從小到大都沒有完全的完整的 傳達給我們年輕人 應揚有沒有什麼一個比較具體的突破點 我想講兩點 一點就是說好事情搞大了 法就在那裡 但是執行者呢 你有沒有去訓練一批執行者 你有沒有去教育一批執行者 來執行這件事情 執行者包括從學校教育 或者是檢察官法官 然後第二點就是說 那我們到底要不要讓這些人知道怎麼講 因為一般受害者不會講話 是不是有一個機構是專門幫他整理 教他甚至幫他講 公視家線上收看精采不間斷 時間自由選 地點不極限 網路影音串流 讓你娛樂隨時有 公視家戲劇系列 我要做給你聽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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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只有我們兩個醫師 怎麼樣做不做 熱門跟播經典重現 最強悍的追劇神器 公視家紀錄片系列 觀點獨立 一體跨界 最多樣的紀錄片平台 公視家兒哨系列 好久 智慧知識的能量有沒有比較穩定了呢 嗯 有比以前好 輕鬆學習 多元思辨 欲教於樂的兒哨天地 公視家4K超高畫質系列 4K經驗 好事無限 最超值的家庭志願 馬上搜尋 公視家 有經過留下曾經繁華過的痕跡 田里師用料理找回 六龜其日的繁華榮景 我想要用我的手藝 帶大家認識六龜 也讓大家品嘗 屬於六龜的味道 探訪六龜祕境十八樓汗山 大自然的鬼斧勝功 旅人震懾 這裡面有數十種 每一個珍惜的植物 動物資源也非常的豐益 週晚先八點 南北海獎在地旅行 跟著鐵底師走進六龜 找尋而生活 王總軍你好 我是小青 聽我師父說你有事找我 你會模仿別人說話嗎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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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在忙嗎 我是阿聖 你好 阿聖 你能不能帶我一起去復聯邦山 這麼晚才找我 你今天晚上 是不是跑去找那個AV女優了 阿聖 為什麼在看這種東西呢 你先走吧 我們來找摔西瓜 你先走了 我們來找 outro 我們來找個AV女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